这是几个徒弟几天的劳动成果 老铁们 你们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能不能交差 老铁们 今天我们到山上来开个几十猛的荒地 不知道老铁们对这里还有没有印象 去年这条路是我们来修的 当时修完这条路之后 有老铁说 这一下雨就完蛋 或者是有些地方要塌荒 这个都过去了一年多 也下了无数长雨了 老铁们 你们来看看这条路到底怎么样 除了这个路面有一点水印子小水沟 基本上这个路啊都是完好无损的 当时我还记得让东家在这个路边上掏一个小水沟 这个东家也比较难了 这个水沟也没有掏 前面这个车子就是东家的 车子开上开下没有问题 唯一老火呢 就是一下雨啊 车子开上去有点打老口 爬不上去打滑 我就问之前的这个东家 如果下雨了 车子开不上去怎么办 他说还能有怎么办 下雨就不出门呗 有道理 今天我们开荒的位置啊 必须要从这个地方下去 这个位置有点高 我们现在这里大概修一条路 然后啊 再把挖机开下去 到时候我们回来的时候 再把这个给它恢复成原样就行了 挖机我们开下来了 但是这个下面呢 也没有路 我们都是边走边找路 看看到底从哪里才能把这个挖机开过去 我们回了九流二福之力 总算把挖机开过来了 这个荒地啊 以前都是田 荒汇了很多年啊 没人种 现在我们挖的这一块 其实这个地里面的打草比较少 原因呢 是周围的大树比较多 就导致这个地方啊 啊 这个草木啊 也比较小 就长不起来 看着好像就没有荒汇多少年一样 其实已经荒了十几年 下面这块地 树木就比较多一点 我们就先把这个树木先给它挖起来 挖起来之后啊 才开始去拟这些杂草 这个树木 周围的老百姓还要啊 就让我们把这个树木给它搞到边上去 等干了 他们好捡回家 当柴火烧 这一块地里面有很多砖块 这块地啊 以前其实是房屋地基 老房子拆了 这个砖块了 全部在这个表面 这块地啊 我们要想一些办法 把些砖块给它处理掉 到了下面的这几块地 这个地里面的杂草啊 明显就比上面的多了很多 而且都比较高 差不多有两米多高了 由于周围没有什么大树 挡着它 它们的生长速度啊 要比上面那几块地要快很多 我们就先把表面上的这些杂草给它清理掉 杂草清理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换这个土 由于这个田呢 它是一层一层的往下面走 前面我们清好的这一块 由于我们挖地往回走的时候 不会再碾压 所以我们把杂草清完了之后啊 就顺道把这个地也换出来 这个下面还有几块荒地 我们就选了一个比较窄的地方啊 从这个地方开个缺口 把挖机开下去 挖机下来了之后啊 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方法 先清理杂草 杂草清理完之后啊 再开始翻土 今天这几盟荒地 虽然说在半山腰 但是啊 它都是比较平顺的 所以啊 后面的话 我们就交给徒弟啊 让徒弟们呢 自己去搞 前面呢 该跟他们示唤了 给他们示唤了 然后啊 这些杂草怎么处理 怎么换土 也给他们交代好了 剩下的就交给他们 几个徒弟有学的快的 也有学的慢的 学的慢的呀 就让他们前期清理杂草 学的快的 学的比较好的呀 就让他们后期清理这个面 老铁们 你们看看他们说的这个面怎么样 反正给我的感觉 这个面还可以 反正交差是能交差的 好了 老铁们 今天这个活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